JPEX 那宗案件 我們是在前天收到證監會轉介給我們 因為懷疑可能有一個行騙的成份在 那時至昨天的三點鐘為止 我們一共是收到83名的人士 是向我們的報案 當中涉及的金額大約是3400萬 有關的案件我們現在仍在調查之中 我們有關的案件是由我們的商業罪案調查科 去負責去調查 我們在昨天也都設立了一條熱線 2860、5012是給市民去報案或者去查詢的 在這裏我都呼籲如果有任何市民 對可能和這宗案件有相關的疑問 或者想報案 也都可以透過這條熱線 或者是透過電子報案向我們去查詢 謝謝大家